画像中沉睡了百年的神秘公爵 竟然每天对着一个小女仆摇尾巴球贴贴 但女仆却从未发现过她的存在 只因她其实是前代公爵被困在府中的亡魂 但这天新公爵在宴会上遇害了 本该就此消散的她竟然意外地在新公爵的肉体上重生了 重生后的她完全不在乎找出凶手 第一件事就是要和她朝思暮想了五年的小女仆约会 可朵莉对公爵的做法还是有些为难 就算公爵大人打扮成了骑士的样子 如果被人认出来了还是不太好吧 但公爵对这些小事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拉着她来到了帝国最豪华的服装店疯狂消费 甚至还想直接为她包场 因为没有脚灯了需要她抬脚是鞋 她也主动提出可以用肉身成为朵莉小姐的脚灯 但这些都被朵莉统统拒绝了 最后还是买下了朵莉完全负担不起的东西 公爵大人对我这样一个小女仆出手都如此扩重 怪不得小姐们都倾慕于她 买完衣服逛街时发现路边有烤红薯 心血来炒想要买一个尝一尝 结果一不注意烫到了嘴巴 终于找到机会在朵莉面前好好卖一波惨了 呜怎么办真的好痛啊 朵莉小姐快帮我看看有没有起泡啊 看到公爵被烫到朵莉焦急的捏上了她的耳垂 痛痛飞飞 痛痛都飞走了 直到看到公爵红得滴血的面容时 朵莉才猛的反应过来 怎么办呢太僭越了 竟然把公爵大人当成小孩子红了 但没想到公爵似乎非常受用 开心的拉过了她的手注视着她 为什么要道歉明明很有效啊 真的一点都不通了呢 一块怀表掉在了地上 朵莉拾起怀表正要归还 却发现那人越跑越远 情急之下赶紧追了上去 黑袍底下竟是一个金发美男 耀眼的金发让朵莉有一瞬间的失神 回过神来赶紧解释道 抱歉突然拉住您 您刚才走得太匆忙 怀表掉在地上了 但没想到的是金发男非但没有感谢她 反而露出了轻蔑一笑 我说这位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羞耻心吗 朵莉一脸懵圈 您这是什么意思 老实说你们这样真的很烦 这种老套的伎俩也太好笑了 回去照照镜子吧 丑小姐 说完戴上帽子头也不回得扬长而去 朵莉好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什么讨厌的家伙呀这时 看来是把自己当成私生饭了 可就算这样也不用把好好的表踩坏吧 就在这时公爵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 你没事吧 怎么突然跑开了 没事只是来追一个男人 男人 他是谁 公爵的脸色瞬间变了 周遭的气氛莫名地变得冷了起来 你为什么要追他 是你认识的人吗 你和他什么关系 难道说公爵大人 我只是捡到了他的怀表想要还给他而已 只是为了害怀表 对啊 不过好像认错人了 公爵大人瞬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被朵莉小姐看到嫉妒的样子了 吾吾好丢人 请不要讨厌我 哎呀不会不会 我们快走吧 走在路上的公爵大人情绪还是十分低落 朵莉倒是没有很在意 不过刚才的大人确实有些奇怪 那种感情真的是对一时兴起的对象会有的吗 就在这时有人递来了竞速比赛的传单 只要第一个冲到终点 就能得到石金币和大英雄哈特博尔顿一世的画像了 居然是关于自己前世的活动 好丢人 还是带朵莉去别的地方玩吧 但他忘了朵莉可是他忠实的小信徒 奖品是博尔顿一世的画像 好棒啊 大人我们去参加比赛吧 看着他兴致勃勃的样子哈特只能答应 毕竟能让朵莉这么兴奋真的很少见 因为奖品是我的画像了 朵莉如此喜欢我 看来必须得赢得比赛 放心吧朵莉 我会挽回形象 让你看到我英勇胜利的样子 但是事情的发展好像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看着扎起头发的朵莉 难道参加比赛的意思是朵莉你自己参加吗 朵莉完全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开心的舒展着筋骨 可是公爵大人的加油声也有些太大了点 还有一件令他没想到的事 竟然碰上了那个讨厌的金发男也来参加比赛 金发男果然又误会他是追着自己来的了 不掩饰的一顿冷嘲热讽 这次朵莉也不再给他好脸色 毫不留情地对了回去 金发男本来一脸不屑 发灵枪响起时 竟然发现自己被朵莉甩开了一大截 公爵大人的加油声也是一气绝尘 金发男那该死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可恶 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女人 于是就在即将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 金发男用尽全力将朵莉向后撞了一下 借力冲向了终点 人群中传来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刚刚那个男的是不是撞了那个姐姐啊 好像是你看清了吗 公爵的脸色更是阴沉到可怕 我绝对饶不了那个臭小子 说罢就要冲过人群为他的躲莉平反 但是没想到躲莉自己勇敢地站了出来 我希望能和这位先生重新比一次 居然还想比一次 你这么输不起吗 并不是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正的结果 什么意思 你是在诬陷我作弊吗 我没有诬陷您的意思 只是希望您能公正地和我再比一次 让大家判断 若是我还是输给您 我会郑重地向您道歉的 看着眼前勇敢地坚定地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躲莉 公爵再次吃汗脸上身 我的躲莉真是太帅了 就像绝对公正的女王一样 人群中也逐渐传来了各种质疑的声音 舆论的压力让金发男的面子有些挂不住 只能以自己是贵族 不愿与平民为伍做借口 自愿退出了这场比赛 在他退赛后 躲莉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真正的冠军 金发男则一人骂骂咧咧地找到了在相子里等他的侍从 我不是让你把追着我的那些贵族小姐都引开吗 属下确实根据您的指示全部都引开了呀 金发男恨得咬牙切齿 等回去后我就去问母后那个女人是谁 这笔账我绝对会讨回来 把斗篷给我吧 立刻回皇宫 可身后的侍从却没有动静 喂 怎么连你都在忤逆我 可当他回过头 侍卫已经被一个不速之客打晕在了地上 金发男吓坏了 你你是谁派来的刺客 你想干什么 我可不是刺客 我是替公正女王陛下来实行真正公平的狗啊 画像中沉睡了百年的神秘公爵 竟然每天对着一个小女仆摇尾巴球贴贴 不仅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 而且夜夜陪伴她入眠 但女孩却从未发现她的存在 只因她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意外身亡的博尔特一世 现在不过就是被困在这府中的一抹幽魂吧 可就在今天 当代新近的博尔特公爵举办了一场咽火 却没想到意外地遭遇了毒害 正在开心着自己以后可以和朵莉独处的时候 下一秒哈特就感受到了不该出现的剧痛 当他再次睁眼 竟然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新近公爵的肉体上重生了 这可太好了 终于可以正式见到心心念念的朵莉 记得自己还被钉在墙上的时候 这个女孩就经常来瞻仰自己的画像 不仅数十年如一日地清理着她的画像 还经常将她当成唯一的朋友偷偷倾诉心事 于是被困在府中一百多年的哈特 第一次对人类产生了恋爱之情 渐渐地 目光再也无法从她身上一开 在那之后的五年 几乎每一天都会陪在她身边 今天正是自己和朵莉第一次相遇的纪念日 可新近的博尔特公爵 却莫名其妙地对着朵莉发脾气 就因为见到她是没有第一时间低头行李 竟然嫌弃朵莉是个不懂规矩的歪瓜烈草 这可把我们住在墙上的博尔特一世气坏了 这个什么安德斯小子说谁歪瓜烈草呢 我们家朵莉明明世界第一可爱 真是丢我们博尔特家族的脸 若是我能碰到她一定痛给她一顿 天知道我有多么渴望能和朵莉对话呀 而且今天明明是自己和朵莉这么重要的日子 那小子偏偏选在今天举办舞会 可怜我们的朵莉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纪念日呢 虽然只是画像 但也感谢您这五年来的陪伴哈特大人 这可把哈特感动坏了 谢谢朵莉 原来你还记得 好开心 花花好漂亮我好喜欢 多希望以后我们也能永远永远地在一起啊 虽然还想跟朵莉多相处一会 但没办法朵莉还是需要负责宴会的工作 哎 朵莉好忙啊 看来今晚又要很晚才能睡了 闲来无事飘到宴会厅里转一转 顺便帮朵莉数数需要准备的盘子 却看到了安德斯那小子又换了新女版 这小子真是一点优秀品德都没遗传下来 你增书足我可到死都是洁身自好呢 下一秒哈特却发现他手中拿着的那杯酒有蹊跷 明明是红酒却掺杂着一丝紫黑液体 怎么看都是有毒啊 但这个蠢货似乎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毫不在意的一饮而尽 居然这么顺畅地喝下去吗 这这这 这也太蠢了吧 亏你长得这么像我 真叫人失望啊安德斯 算了 死了就死了 反正似是那老家伙那么多私生子 更值得关注的是朵莉过来了 傻姑娘还在一个一个数人头呢 不用数老朵莉 公爵马上就要死掉了 这里很快就要乱套了 但朵莉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还是一个一个的认真数着 哈特的心都快化了 认真工作的朵莉好可爱啊 若是我能与你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就好了 那样我就能毫无顾忌地亲吻你触摸你 与你对话共舞 正当他沉浸在幻想中的时候 胸口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顿痛 此时的安德斯已经倒在了地上 大厅里乱作一团 自己这是要消失了吗 拜托 不要 不可以 我还想继续陪在朵莉身边 还想和他永远永远在一起呢 真的要结束了吗 下一秒 他突然如噩梦惊醒般从床上坐了起来 万幸自己并没有消失 可四周的环境却有几分陌生 下意识地看向镜子后哈特惊呆了 这不是安德斯的脸吗 难道说我在安德斯的身体里重生吗 那就是说 这具身体从此以后就是我的了 门外的管家见他醒了赶紧赶了过来 可哈特却立刻让他准备衣服 您的身体还需要静养 有什么重要的事再等等处理也不迟 但哈特可等不了了 他有马上要见的人 已经等得太久了 这时府里的女仆长正在拷打给安德斯端久的女仆 不由分说的就要污蔑他就是杀人凶手 这时善良的朵莉站出来制止了他 住手 在找到证据前请不要这样暴力逼宫 可他的正义却让女仆长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质疑 二话不说抬手就要教训朵莉 但公爵及时的发现了他 朵莉原来你在这里啊 你在那等我我这就下去 这一天他等了太久了 之前的渴望太浓烈 一时间有些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 朵莉还以为他要来兴师问罪 赶紧低头想要解释 可下一秒公爵却突然窜到他面前把他抱了起来 在场的所有人一片哗然 但公爵还是旁若无人的贪婪的品尝着朵莉的怀抱 这就是朵莉的体温和朵莉的气味 真的太让人陶醉了 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一旁的红发女坐不住了 赶紧站出来指责朵莉包庇罪犯 朵莉义正言辞的辩解 没有证据怎么能直接定罪 可刚重生的哈特只是好奇这红毛怪是谁 我是马娜呀 几天前您刚将我提拔为大女铺长 您看这领结上的宝石凶针就是您送给我的 哈特立刻明白过来 这是安德斯那小子之前的风流寨 绝不能让朵莉误会自己 于是立刻改口 我想起来了 我是有一个这样的宝石凶针 但是前几天 他就被人偷了 公爵赶紧抱着朵莉往楼上走 还情不自禁地亲了一口她的小脸蛋 这一口直接把咱们未经逝世的小朵莉干红温了 公爵大人请不要开这种玩笑 请您快放我下来 可这时楼下的管家露出了一个阴狠的眼神 他面无表情地通知红毛 我会给你写推荐信 但你要跟那边的人捎个口信 就说公爵大人醒了 另一边 一直勤勤恳恳工作的清洁女扑朵莉 第一次面临了自己工作中最大的困扰 那就是公爵大人为何突然如此热情 不知为何一直嚣张跋扈的公爵大人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他关怀背致小心翼翼 甚至吻了他的脚 这一吻直接把他吓出了膝跳反射 一脚把公爵掀翻在地 意识到自己闯获了赶紧道歉 感觉工作不保 但公爵大人看起来却甘之如影 不仅突然给他穿上了各种华丽的衣服 还一直拉着他的手说一些奇怪的话 毕竟博尔特武士一直花名在外 尤其热衷于转瞬即逝的情人游戏来者不拒 这让朵莉不由地担忧了起来 因为选中我是新的情人游戏的目标 所以才对我做这些举动吗 好想问清楚 但身为女仆不该对主人存有质疑 兴奋的哈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去约会 毕竟自己等了太久 不想浪费每分每秒 下一步就决定带他去公园里散步 后花园朵莉确实已经想来很久了 毕竟普通女仆是没有资格进来的 不知道公爵大人允不允许自己逛一逛 最后还是斩断了这个念头 不要胡思乱想了 自己只要听安排就好了 这时哈特神神秘密地跑了过来 给他送上了一大捧自己刚摘的名贵花花 之前他看到朵莉总是从窗户往这里眺望 一定是很喜欢这里的 但是朵莉觉得这些花太贵重了自己不能要 公爵倒是无所谓 不想要就扔掉吧 秉着不能浪费的原则朵莉还是收下了 但其实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些花 看到他这么喜欢公爵 瞬间感觉心脏被击中 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想要亲亲他 但是未经事事的朵莉吓坏了 顿时浑身僵硬紧闭双眼 不知应该做什么动作 公爵马上察觉到了怀里的人正在瑟瑟发抖 看来是自己太操之过急了 毕竟现在的身份是安德斯伯尔特 朵莉并不知道他是一个早已逝去的人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慢慢地靠近他 让他渐渐熟悉自己的存在 一点点放下心房 但是 但是自己真的倒了太久了 不想再抖了 看着怀中近在咫尺的朵莉 哈特最终还是放开了手 没关系的 既然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那就再等等吧 但是他希望朵莉答应他 一定不要讨厌他 他也会努力不做让朵莉讨厌的事 到了晚上 朵莉享受了自己从未享受过的金牛死亡 还在女佣的服饰下 换上了名贵的真丝睡裙 而另一边的哈特正在欣赏着新的肉体 这小子身材还行 就是跟自己原来比还差点 不知道朵莉对这副身体满不满意呢 要不要把衣领再开大一点 这时换好衣服的朵莉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刚刚还在自恋的公爵瞬间吃汗上身 这这这这是天使吧 也太可爱了 红着脸邀请朵莉赶紧坐下 还拿出了府内最名贵的红酒杯朵莉品尝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去年朵莉和其他女仆 聊过自己一直想尝一尝了 这么名贵的酒果然把朵莉吓到了 一直摆手说自己没有资格喝 但哈特却毫不在意地给他倒了满满一大杯 看着手中的酒杯朵莉越来越不明白 邀请一个女仆喝这么珍贵的酒真的可以吗 难道说公爵想要自己帮她试毒吗 毕竟刚刚才被吓过毒 这种想法倒是让朵莉安心了下来 仆人的生命不值一提 这样看来也就能解释公爵突然的反常举动 但此时的哈特并不知道朵莉在想什么 还沉浸在沾沾自喜中 已经早就让管家试过毒了 下一秒朵莉下定了决心 一咬牙把酒猛灌下去 这可把公爵大人吓坏了 朵莉你慢慢喝 不用这么着急的 但等朵莉转过脸 整个人已经变成了红彤彤的小兔子 公爵都要把持不住喷出鼻血来了 晕乎乎的朵莉却还在惦记着酒没问题 一边嘟囔着一边倒进了公爵的怀里 好了好了 不要再惦记酒了 早点休息吧 说完就将朵莉抱起放到了床上 正准备去叫庸人来收拾 可刚转过身朵莉就拉住了她 第一次做情人自己也没有经验 只能小心翼翼地询问公爵 公爵大人 您会一起睡吗 公爵愣住了 他好像会错离 你会愿意让我和你一起睡吗 朵莉有点猛 这是怎么了 刚刚还温柔体贴的公爵突然变得侵略性失足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误会了吗 可下一秒公爵又吃汗上身抱着他狂蹭了起来 太棒了 朵莉居然会自己主动提出来 我好开心啊 什么呀 不是主动的呀 接下来朵莉说什么公爵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稳住了朵莉柔软的嘴唇 天哪 朵莉吓坏了 难道现在就要开始了吗 内心还是无法接受的朵莉下意识地挣脱了公爵的怀抱 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糟了 竟然没收住踢到了公爵 公爵委屈地紧紧抱住了自己 朵莉 难道你已经开始讨厌我了吗 朵莉赶紧道歉 没有没有 请您相信我确实没有讨厌公爵大人 没关系你讨厌我也没事 就像白天说的 我会努力让你不讨厌我的 可是 可是明明是朵莉邀请人家一起睡 却还踢一脚 真的太打击人了 说着说着公爵甚至委屈地掉下了小珍珠 吓得朵莉手足无措 需要我叫医生吗 不用 要不你摸一摸这里安慰一下她吧 没想到朵莉还是丝毫不解风情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朵莉终于下定决心询问 我能知道您为什么在那么多女部中选择我吗 公爵并不知道她的真实想法 当然是因为超级喜欢你啊 哎呀一不小心告白了好害羞 可朵莉却以为她和每个小姐都会这么说 毕竟公爵大人前科丰富 按理来说 自己只需要像之前的小姐一样等待被厌倦就好 但是她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如果被赶出府 就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 所以她耐心地跟公爵解释 自己只是还没准备好 公爵突然有点当机 你要准备什么 就是准备和公爵大人更进一步的关系 朵莉你的意思是你在准备接受我了 那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明天 后天 应该多需要几天吧 多几天是多少 三天 三天太短了 十天吧 十天太长了 五天 最终朵莉走投无路 七天 不能再短了 为什么要在这种事情上讨价还价呀 可是 公爵大人 我能不能求您一件事 公爵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就是希望等您厌倦了结束这一切后 也能允许我继续留在公爵府工作 请您放心 到时候我绝对不会纠缠 我只是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厌倦 消失 公爵的脸色沉了下来 下一秒勉强挤出笑意 好呀 我答应你 若是有厌倦的那一天的话 意识到工作保住了 朵莉瞬间放松了不少 非常感谢您公爵大人 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公爵话里真正的意思 说完公爵也遵守了七日之约 只是抱着他睡觉 什么也不会做的 快睡吧 朵莉晚安 明天还要出去约会呢 说完就睡了过去 到了夜里 朵莉已经完全熟睡了 公爵却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来朵莉把我的示爱当成安德斯之前的玩乐 完全不相信了 刚刚若是我告诉她我的真正身份 她会不会相信了 我不敢赌 只能祈求未来她能明白我的感情是真的 真可爱啊 我亲爱的朵莉 这样碰触你我奢求太久太久了 快一点接受我吧 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 到那时候 我们一定就能迎来幸福快乐的结局了